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次這條片正式都是我頻道裏面的第一條 真正介紹或者分享我對歌曲歌詞的心得 所以我選了這首李香蘭 因為這首李香蘭的詞實在實在太過厲害了 這首歌大家應該都聽了很多次 應該都聽了 這首歌原本是《玉智浩爾》的歌 然後就來了我們香港 然後就加上了中文的歌詞 非常之到題 尤其是這首歌的歌詞是很厲害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因為這首歌的歌詞包含了一些新詩的元素 包含了一些我們作詞裏面的數字的元素 之如此類 加上演繹的時候都很多人唱歌了 在我上一條片那裡已經有幾個版本在 大家可以彈上去 應該最初的時候 羅文先生應該是早過《賀友仔》唱的 應該是這樣 然後到《賀友仔》唱的時候 將這首歌昇華到另一個層次 的確是很厲害很厲害 然後就有很多的歌手 有很多的知名歌手 厲害的歌手唱過 也都是演繹過不同形式的感覺出來的 在那條片那裡 我也都把鄧志祺的新編曲的元素 都放在裡面 當然每個人唱的感情都不同 但是裡面的歌詞那個感受 其實他們的表達是表達到不同形式的感受 和不同年代的感受 好 那我們現在就首先分享一下 我對歌詞的心得 好 那在這裡 首先第一件事 他這首歌是編曲那裡 我在說歌詞 是非常之厲害 首先我簡簡介 有一個經驗就是 其實那些歌詞 有一些超級厲害的填詞人 是很厲害的 例如林夕 或者諸如此類 我不點名了 其實那些歌詞 它是有分1到9的 是我說的一個字數 1到9個字 即是1個字 2個字 3個字 4個字 諸如此類 所以這首歌 我們大家看看 首先這個 老春風就是3 接著我心恩和老春風就是7 那穴徑的歌詞 其實是由1到9都存在的 我現在首先 先把這件事 我先分析出來 首先 他用了3 接著7 接著3 接著4 接著3 接著雨點透四到照片中 這裏8 接著回頭指示夢 5 無法彈動 4 接著迷著盈望 5 接著這個也是5 接著2就是1 接著很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他隱藏了2 在這一句裏面 在編曲那裏 它在這裏有個停頓位 所以作詞者 因為2的歌詞很難寫 比如李敏的歌 但這一句遍叫很難訴 它叫很難 дис 那姿勢就是二 所以二很少出現 你看這部歌詞 比較少 しか reflective 這是這位田詞人 已經很厲害了 首先這句 象、花、攝、美、紅 是不是 在編曲會提起 其實是3 接著和美、紅 就是2 所以這首歌 有1至8的詞 他都在這裏 說著字數 所以越勁的歌詞 那個修圍的深度 尤其是填詞人的深度 就在這首歌的裏面了 接著我們就分一分析那個歌詞 我的個人感受 首先第一句 老春風 我心因何老春風 春風其實是在中文裏面解造 要不就是一個人老了 就想起以前青春的時候 有些古老典籍的解說 就是以前春風 送爽 就是一些梅德德的天氣準備過去 春風來了 接著吹走了梅德德 送爽 很舒服 覺得煩惱在這麼舒適的環境裏面 這個是古老的解說 如果是現代的解說 就是這個老春風 我心因何老春風 我的感覺就是如果是現代解說 就是說 我為何會想起以前的東西呢 那我的心為何忍不安想起以前的東西呢 這個是我的感受 但是這個歌詞呢 競在什麼呢 它其實是最低限度有兩個代入式的 第一個代入式呢 第一個代入式呢就是代入李香蘭 本人的角色 大家都很清楚 李香蘭那個棲倉是什麼 他以前打仗的時候 又說他是漢奸 之類的 其實他是日本人 然後就拿了一個中國 在中國生活 他很喜歡中國文化 變成了 在打仗時期 你也知道 每個人都很瘋狂 為了利益 那麼他就被人 將他變成一個漢奸的看待 那麼他就顛佈流利的 他人生下 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居無定所 那麼 這件事 如果你代入李香蘭 自己個人的角色呢 就是說 現在年紀大了 那麼 跟著想回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這樣 這樣很無奈 那如果代入我自己的角色呢 就是我去看回李香蘭 是不是 就是我會代入他就說 啊 為什麼他的人生是這樣的呢 這樣 那麼這兩個歌詞就是這樣 好 跟著說不出 借手相送 那麼他就是一個 漸進式的方法來的 那麼首先 你就不知道為什麼會 無靈兩可 就是我啦 心是坦平不安啦 這樣啦 那兩個歌詞 對不對 跟著到這句歌詞呢 就是說不出 借手相送就是說 哇 為什麼我會 那個人呢 會低的那麼厲害呢 就是會 會 那個感情呢 就會 淒滄得那麼厲害呢 是不是 那如果李香蘭小姐那邊呢 就是說 啊 我越想越悲 我越想越悲 他的感覺就是 所以呢 它有兩個層次出現 好 跟著第三句 夜雨凍 夜雨點透射到照片中 那麼以前那些填詞人呢 就很有意境的 那麼 那麼 他會 在一個詞那裡呢 就安排一個很史詩式的畫面 給一些聽眾的 就勾起他的情緒 勾起一些觀眾的情緒 那這句歌詞呢 正正就是 開始帶出一個環境 那夜雨凍嘛 就是你想想 你在一個屋裡面 那外面下一些 就是春雨 就是比較寒冷 就是以前的世界就是寒冷 那你現在有冷氣啊 或者是有 恆溫啊 那當然不覺得 但是以前的確是冷的嘛 一下雨就冷 那一下雨就有些淒涼的感覺 那 接著 雨點透射到照片中 就是說 這個異警就是說 有個人 就是如果當日我認識 我可能就是這樣 躺在那裡 接著拿著 兩張照片 那就 就體會到這個人的悲傷 那那個畫面呢 就是說 前面有個窗 或者旁邊有個窗 那接著外面下雨 那下雨的時候呢 以前呢 就是未必有街燈光的 可能是月光 那些雨水呢 就已經是打在那個玻璃窗上面了 那形成了一點點的水珠 那接著那個月光的光就透射進來 這樣 那接著呢 那比 Bugün 淡淡淡詳的 裡面呢 又看到那張照片 這個 那如果你要說活 assert 如果你說代入李香蘭自己本身的角色 就是他自己可能一樣都是放在那裡 一樣都是放在那裡 然後他就未必是看著這張照片 又或者是他拿著一張以前他年輕的照片 因為他也是明星 他表演過很多東西 或者他看回他以前青春時候的照片 然後又用回剛才的意境 他想起以前很多的事 這句第三句他填詞的時候 就是回應之前那兩句的意境 所以填詞高就是高在那裡 好 接著第四句 回頭此事夢 無法誕動 迷著迎望你 退色照片中 即是說再不夠慘 不夠悲 再加深一點 回頭此事夢 如果代入李香蘭的角色就是 以前 年輕的時候那種風光 或者佛華那樣東西都過去了 要是自己怒了 是不是 接著無法誕動 現在怒了就無法誕動了 即是不會有以前那種輝煌 接著迷著迎望你 退色照片中 他都可以是代入回去 就是他看回他以前的照片 哎呀 這個是不是我來啊 這個就是李香蘭的 你代入去的想法 這個當然是幻想 未必是他真的這樣 但是創作就是這樣 如果代入我的角色就是 在他意境那裡就是說 李香蘭那麼慘 或者那麼悲壯 都過去了 是不是 都沒有辦法挽救了 即是無法誕動了 即是沒有辦法挽救了 因為他有一段時間就是 被人趕回去 就是去回日本 就是叫他永遠不再踏足中國的 接著就迷著迎望你 退色照片中就是 這件事令到我個人的思緒 就非常之好著迷 一個這麼有才華的人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接著那張照片是老舊 即是比較退色 你想一下那個情景是否很有思義呢 接著是杯酒漸龍 說我心震凶 何以感震動 即是說他在這裏 如果代入我的角色就是 我都想不到 也覺得他的悲是很淒倉 我真的無法用這個語言去形容 唯有就是寄託下去 會不會是杯酒 即是勁的那頭 那人是黑黑的 醉醉的 會不會是這樣 而令到我很悲 即是覺得這個人很悲 沒有辦法用言語去形容他那種悲 所以他一路這頭那幾句歌詞 就一路把層次一路推到深淵裡 如果你嚴格一點的話就是 接著 這裏 象花衰未紅 如冰衰不動 腳象有無數算話 可惜我聽不懂 其實這裏是連宵大打的 這句歌詞很厲害 那就是 他用這幾句歌詞 就形容李香蘭是多麼無奈 首先就是象花衰未紅 即是如果一朵花 他還未紅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朵普通花 你說多麼無奈 即是一個普通人 即是你說 即是當他形容成句 你可能只不過那個普通人 為什麼會面對這麼淒涼的事呢 然後遇兵衰不動 你想一下 這些是很矛盾的事 兵又怎麼回不動呢 這個就是說 作者就是想表達 這種無奈是去到很極點 就是已經是沒有辦法可以形容出來的 你想一下兵又怎麼回不動呢 你是傻的嗎 是瘋的嗎 是瘋的嗎 所以作者的層次 那些角色非常高 接著就 最後這兩句歌詞 可惜我聽不到 即是說 我心底裏 它一直令聽眾的情緒 一直深沉下去 已經是無靈兩可了 剛才那兩句 接著就說 啊 為什麼 這麼無靈兩可得來 我又有一些東西 是很想表達出來 在內心裏面表達出來 但是又為什麼表達不了呢 那這件事真的 真是很糟糕 這兩句歌詞就是表達這兩件事 所以如果你說代友 你肯然的角色 的確是無奈到 真是跳樓都不行了 真的 所以 一個好的作詞 真的會一直有層次下去的 令到這首歌 就一直引人入聖 是的 好 接著 是杯酒漸龍 說我心真空 何以感慎動 是的 我剛才是調轉了來說 就是調轉了來說 這一句才是壓下去下一句 因為它上面那一套 正如我剛才所說 已經無奈到極點 接著這裡它要釋放它自己 借一借的位置 會不會是 我剛才所說的 一杯酒 會不會是酒精勁的 有些自己嚇嚇的 會不會是這種感覺 是這樣引身而成呢 它這句都是這樣的表達 是的 好 接著 又回到這裡 首先 其實它只不過是前面那裡 六句歌詞 其實就已經表達了 李香蘭那種無奈的感覺 是的 六段的歌詞 那麼 它整首歌一共是有 這個 十段 等一下 是的 十句歌詞 其實就是 前面那六句就已經表達了 李香蘭的無奈的東西 就是自己 或者是投入她的角色 很久了 接著 第二段歌詞就開始了 照片中 那可以投照片中 它就呼應了 其實也是呼應了 前面那六句歌詞 就是前面那一個段落 那種無奈就是說 我剛剛講了 其實 在照片中 哎呀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其實就是這件事 就是無靈兩可的表達 然後盼找到時間裂縫 這句就很重要了 所以它很聰明的 它就會用了三、四去表達 已經是表達不到出來的那種 哀愁、悲傷各樣的東西了 已經 那我可不可以在這裏 我可不可以找到一個 時間的轉折點 可以回到以前 或者搞好一些不好的東西 如果現實來說 如果是在於比較浪漫一些的話 就是說我會不會 就是這麼悲悲的情況 我可不可以躲到別的地方 就是不想再面對這些這麼悲悲的事情 就是這樣 好 接著 夜放縱告知我難尋你方中 夜放縱就是說 今晚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如果我們廣東話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有私的人 就會坐在這裏 為什麼今晚會坦癖不安呢 這樣的感覺 接著告知我難尋你方中 就說這種這麼不安的感覺 就告訴我 就是我都知道 我不會再找到你的存在 因為我很想去逃避這些 這麼淒瘡的東西 就是這樣 是的 我很想逃避這麼淒瘡的東西 我當然是不想找你的存在 那樣東西 那如果站了你香蘭的角色 就是說今晚這樣 我怎樣可以追憶回以前 年輕的時候的輝煌 我可以怎樣創建輝煌 又或者是怎樣我可以再做好一點 那也都是有機會是 李英蘭自己的想法 是的 接著 回頭也是夢 迎此被動 這兩個歌詞 又是呼應回上面 就是以前的東西 都好像一場夢 就好像人生餘氣的意思 然後迎此被動 就是說一切的東西都掌握不到 就好像聽天由命 就好像一切的東西都整定是他 然後逃避迎望你 卻心人腦中 又是呼應回上面 即是他不想去 即是已經淒妝到 不想再去面對這件事 因為那個人已經爆炸了 很苦惱了 是的 就很想去不想這件事 唉 但是呢 這件事 就永遠都是好像黑骨冥心那樣 他不斷在腦海裏面 間不間中又浮現出來 那作者就想帶給 就是聽眾應該都是這些感覺 那其實整首歌呢 他就帶給觀眾呢 就兩三次那個輪迴 就是輪迴這個悲倉啊 這個這樣的環境 那如果離香蘭的角度的話 也都是輪迴兩三次去回憶以前的東西 那其實這一首歌呢 就是極悲的歌 那需要唱到這個極悲的腔出來呢 或者是要表達到這個情感出來呢 那其實來來去去呢 都是應該都是要得到 我剛才所說的那些東西 是的 好了 各位朋友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頻道 那不好意思 因為我今天都比較累了 那可能腦子那裡不是那麼清晰 所以說話那裡有一點點疾 那希望大家見諒 那這首歌呢就是 就是我分析到這裏了 或者是分享到 這個見解到這裏了 那看一下各位又有什麼感受 這首歌應該都可以代表到 我們那個年代呢 就一個表表者來的了 好 那我們又下一條片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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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